這一回合 這指定食材是萬里蟹 我們選用的是有著 華麗斑紋的花蟹 花蟹的蟹膏香鹹 蟹黃細稠香綿 然後它的肉質呢 非常的結實 而且量多 只要簡單的清蒸 或是水煮 就可以很美味 接下來就要請四位選手 來到 對不起 兩分鐘 你是幹嘛 來 來 要限時兩分鐘嘛 全聯先生 我怕你經過幾天之後 我就要失業 到哪裡嘛 請四位選手 限時 四位選手在限時兩分鐘內 到全聯生鮮區 拿取相關食材 烹調出最能凸顯 萬里蟹風味的料理 拿好拿滿 你是不是有遠視 拿好拿滿 不可以 不可以 浪費食材 兩分鐘 計時 開始 兩分鐘計時開始 兩分鐘不長也不短 有兩分鐘的時間 Yeah 傳說中的萬里蟹 終於到了這個時間 我說萬里 你說蟹 萬里蟹 萬里蟹 萬里萬里蟹 蟹蟹 螃蟹的蟹 這麼簡單的大字報 你還可以唸錯 OH SHIT 這個大字報 兩分鐘還有多少時間 30秒 30秒 算了 我覺得還是放棄我 這樣在上面 你們有看到瓶蛋嗎 螃蟹 瓶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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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倒 門要關囉 小心喔 小心 小心 還有一個人 沒有 起伏 太恐怖了 有的時間內出來就好啦 沒有必要 好 稍微沒有事 好 首先一樣也要問說 博翔你有拿到 你都想拿的東西嗎 有一個沒有找到耶 你沒拿到什麼 皮蛋 皮蛋 對啊 嘿 皮蛋該不會是你這道料理的 靈魂食材吧 有點耶 蛤 我要做的就是蟹肉粥 可是這個名字就叫 夾 因為我自己的姐姐在 賣廣東粥 因為她就像我第二個媽媽一樣 所以想做粥 來對她就是表達感謝 所以沒有皮蛋這個很懊悔 好險你有拿到米 對 我第一個先找米 就是掉了 對 好 但是 皮蛋可能少了一點 對 滋味 可能要先想一下替代方案是什麼 OK 對 你上一次表現出很高超的廚藝 那你這次的粥 會有比較特殊的方式去呈現 就是有那溫暖的感覺 有家的感覺 就是一個走心的概念就對了 走心 因為觀眾看不到 可是至少故事性他們知道 就會知道 而且這做法可能是 平常人在家裡都可以做的 所以我這一次調味 我只有鹽巴而已 唉唷 對 這調味是比較更難的 因為鮮甜實際是要 正確的鹽的量 它會把甜味提出來 對 對 好 現在珍珍很忙喔 珍珍你要做什麼呢 看你拿了一個好大的筍子 其實我的料理就是一個 想家的料理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小時候 餐桌上可能一個禮拜 會出現六天的兩瓣竹筍 之前是媽媽是撒蟹味棒 所以我想說 秋蟹 那我就把它用一個 不同形態的呈現方式 把它做出來 我把筍子把它刨成薄片 然後把它當成一個是餃子皮 那裡面包的是萬里蟹的蟹肉 然後拌上一點美乃滋 就是記憶中的那個 美乃滋又出現了 捷夫 洛梨 在上一集的狀態裡面呢 捷夫是被淘汰 然後再救回來的 好像這個成為你的 心中的一個陰影喔 對啊 回到家還會自言自語 對啊 這麼嚴重 我還差一點去看醫生 真的嗎 真的假的啦 對啊 我做這麼好 竟然沒有選我 可能我這次結束之後 還要再去看醫生 不會啦 這道菜的名稱 其實就是蟹肉塔塔 那是選用當季的萬里蟹 我在我回到台灣之前 我在西班牙一個城市 叫San Sebastian 那在當地 他們非常喜歡用Avocado 用酪梨去搭配海鮮 我知道我需要哪些元素 可是我不知道有哪些食材 所以其實我一直在尋找 跟觀察有哪一些 是適合我來去運用的食材 我也是為什麼 我到最後一刻才出來的原因 因為其實我 還是沒有拿完威樂的食材 我自己很愛用酪梨 然後他用的品種是 Hass Avocado 它的肉非常creamy 螃蟹本身是有甜度 但是它肉是很 等於是沒有脂肪的這種感覺 用這個來補足它的 所以我很期待 它做出來的會怎麼樣 桌上還有好多的綠色蔬菜 然後它的萬里蟹 也已經丟下去煮了 好 美麗的私營小姐姐 我這次選台式快草 就是用我們的鋼杏的豆瓣腔 然後就是蔥薑蒜最簡單的快草 那我這是第一次發活蟹 剛剛還在動 第一次的挑戰 對 對 對 萬里蟹顯是活的 要去斬 那很幸運的剛好鄰居 我就跟他提到 他爸爸是那個 以前抓萬里蟹的船長 他就餓服我怎麼去活 撥那隻螃蟹 四位這次選用的料理方式 也是都完全不同的 Fred你有對哪一位的作品 比較期待嗎 珍珍 因為我又看到氮氣瓶了 你上次也是用氮氣瓶 對不對 對 我今天也有用氮氣瓶耶 你也有用嗎 對啊 傑夫也有 你不要這樣 我上次救你 你忘了 我記得 我記得 對啊 小心手啦 好可愛喔 珍珍妳這道菜 是不是酸味很重要 他會帶著酸味跟甜味 因為我有加一點 那個綠檸檬跟黃檸檬 去帶一點香氣 我會跑一點檸檬絲在上面 對 這樣Jason會很愛 酸酸的 酸酸的來了 然後我覺得可以用到 不同種的酸味 其實是很驚豔的 這種用法 就是比較飽滿的這種味道 那你這個裡面有什麼 我這裡面放了一點 柚子醬 韓國的柚子醬 是 那我的筍子 我現在在泡一個油醋 蜂蜜檸檬油醋 詩怡妳是做比較傳統的中式嗎 對 之前還要做那個 避風場炒餡 可是大家覺得我的時間 我的手腳會來不及 所以後來想 算了 你就去做台式快炒 最簡單的 其實要把蔥薑蒜弄好 也有可能性就是 它做的做法是會佔便宜 因為 這種亞洲的做法 處理螃蟹已經是 非常長的歷史 一定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而且今天是活蟹 其實它本身的 萬里蟹的那個甜度就夠了 那只要一點點調味 讓它這個鮮度出來 就夠了 萬里蟹 用蒸的嘛 對 先把它蒸出來 真的是都很原味喔 我再把那個蟹 再去煮個高湯 去把它加到它粥裡面去煮 喔 了解 Jeff你在做什麼醬 我在做一個卡斯達醬 那你牛奶裡面加的是什麼 我牛奶裡面 我加了香茅跟檸檬葉 YES 它屬於東南亞比較清爽的 一些香料 然後我覺得 真的 我覺得這樣加進去的話呢 它的口感應該會很棒 其實我覺得這一組很難品 怎麼說 對 其實每個人的態度 都是來勢洶洶耶 對 就是很 胸有成竹的感覺 對 不太好評 對啊 這一組滿好看的 因為這兩個 其實他們的手法會比較堅強 中間這兩個 對不對 對 然後 旁邊那兩個其實講究就是 實際的原味 複雜之爭跟純淨之爭 對 我覺得滿好玩的 跟這個時候 跟傑夫正在剝蟹肉 我們的珍珍也正在剝蟹肉當中 然後在放眼望去 我們的小姐姐正在悠閒的切蒜頭 然後最右邊的柏翔正在開心的主周 兩組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中間好忙好忙 旁邊好鹹好鹹 你覺得放眼望去 這三組誰是你最大的對手 應該是傑夫 傑夫 對 因為我覺得他這一次就是 腳要飽抽 對 你們上次是同一組嘛對不對 對啊 果然同行相繼啊 三倍速度在做 沒錯 對 他這邊好像快轉喔 對 因為補強這裡是正常速度 結果那邊是三倍速度 就一直按一個快速的 你的速度很不合理耶 傑夫 真的有報仇的感覺 對 他今天是夾帶的恨 傑夫 我想你最大對手 應該就是 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在做一個SPU 就是我等一下做一個 小黃瓜的泡沫 要把它擠在TATA上面的 哦 那我們美麗的小姐姐呢 花雕 花雕要下啦 好香哦 珍珍 珍珍的干冰來了 你們到底想幹嘛 哇塞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萬里瀉的六里 時間到 請停手 我家裡有四個小孩子 哦 我是老妖 老妖 姐姐是老大 哦 對 所以大十歲 其實小時候爸媽辛苦 所以她就像第二個媽媽一樣 哦 所以才想要做這個來感謝她 看柏翔在講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因為時間完了 還是你真的對姐姐充滿的感謝 感謝 真的 對 講的時候 對 眼眶還有感到眼睛在講耶 剛剛有一位導師說 他對粥的品管是很嚴格的 哇 Yes 演言 嚴格的來說 這是不是比較像是稀飯 因為今天的可能粥的那個濕度 還會再高一點 或者是米粒會不會再更像湯一點 其實今天吃起來有一點鹹了 OK 就反而蓋掉了那個 那個原本想要的那個螃蟹的聲音 對 因為其實就是剛才聽到 鹹粥就覺得臨場反應 然後稍微嚇重一點點吧 哦 太差了 不要嚇的話更適合了 哦 我把美乃滋拌著蟹肉包在裡面 吃起來會有點酸酸的 但是美乃滋又中和掉它的味道 然後旁邊是我的那個醬汁 是Cream Cheese 還行嗎 原本最喜歡酸的Jason 這一道料理你做出來 會讓我回想到美國中餐的Crab Rangoon Crab Rangoon就是 餛飩皮裡頭放Cream Cheese 然後假蟹肉 看到的在盤子上 會讓我已經想到那個 但是我覺得非常Clever 因為你把筍當成這個皮 是很有創意力的 口感非常好 因為裡頭的蟹肉一絲一絲的搭上 筍的可以嚼勁 但我覺得Cream Cheese 對我來說是多餘的 而且你的儀態蛋用的 不是這麼的 因為機器出了一點狀況 對嘛 對 我的蛋器瓶突然壞掉了 對 我本來是要把它 做成粉末狀態的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Jason剛剛講的 它變成多餘了 如果你的時候儀態蛋有進去 Cream Cheese的味道 不會這麼的跳出來 有點可惜啦 對 當我知道要做蟹的時候 其實我知道我需要一些 油脂的東西還有一些非常清爽的東西 搶食材的時候 我看到有什麼東西我就做什麼 我看到小黃瓜 我覺得它適合做一個泡沫 拿來讓這個蟹肉可以更refresh 所以我就用了一個黃瓜 做了一個泡沫 卡斯達呢就是我覺得 它需要一點Rich的口感 剛好看到的香茅跟檸檬葉 那Avocado它也是一個 油脂豐富的東西 所以整體吃起來的時候 其實全部都是環繞在主角蟹肉 其實我個人有點怕小黃瓜 因為我很怕小黃瓜那個生味 然後我剛剛看你其實是 直接去打對不對 然後再放到蛋器品裡面 去讓它變成泡沫狀 我反而吃的時候 你其他的調味 讓小黃瓜的生味降低了 比如說你的香菜洋蔥 它反而讓小黃瓜的清爽度 有提升出來 但是... 但是... 有點太複雜了 喔 對 我同意 想法是邏輯是對的 對 但是你一講到酪梨 我會想到是比較奢侈的這種 比較有重量的口感 但是好像跑掉了 再加上Custard 有一點像在吃甜點 你已經有Avocado 我覺得你不用再加這個 等於是讓我的味蕾有一點 confused 這是我們傑夫的作品 那我們現在要邁向最後一位 私營小姐姐的作品 我這個是屬於家鄉味 因為大家都知道 岡山的豆板醬 當初是國民政府的老兵 一帶過來研發的嘛 那這些其實是我們 民族融合下的產物 本身外裡一些甜度夠 那我就是給它一點鹹香 鹹香 小愛 好像也吃得很開心哦 滿喜歡的 因為就是不會怎麼說 就是油膩 就是能吃到螃蟹 本身的就是肉 肉的Q 對 就是甜甜的那種的感覺 對 那這個階段呢 我們就先從 Fred開始 這一組真的很難 因為四個人呈現出 四種不同的方式 但是好像都少了一點 就是Just like Fred 差一點點 都差一點點 老師想申請一分鐘 我們四個人要討論一下 對 而且他們真的都很優秀 你們想一下 哦 第一次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四位選不出來 老師 你們還有十秒哦 好 我們有一些想法了 好的 一樣從Fred開始 Ocean 傑夫 傑夫 恭喜傑夫獲得第一票 我選... 珍珍 珍珍 目前定牌獲得第一票 我選擇... 傑夫 傑夫 恭喜兩票目前是確定晉級 Jason 我選... 好 我們在這個階段要恭喜 珍珍還有傑夫 晉級 那我們也先稍微請博翔 還有思音小姐姐 還有思音小姐姐也先稍坐休息 往後面的通道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辛苦了 我就是覺得 哇 終於結束 沒有 因為就覺得可以鬆一口氣 對 遇到場所 自己再...再精進吧 我覺得不會可惜啊 為了找一個東西找得到 其實就是會有小小的失望 可是... 這就是搶失嘛 因為沒有搶到 就不是你的 比賽就是這樣的 有輸有贏